而现在世界各国在欧战方面 虽然支持乌克兰 但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些战争都让每一个国家 划出了自己的一个底线 怎么样在战争当中选择支持一方 但是避免自己的国力 或者是在民间的支持度被卷入 现在他们要处理的内政问题 几乎都是经济 罢工除了在欧洲 有法国的联合大罢工 持续扩大之外 美国也面临了罢工了 那么先看法国的部分 我们已经focus了一段时间 因为马克宏他强行通过 争议的延后退休法案 所谓强行通过 就是他援引宪法的总统行政权 那么不让国会表决 因此民众大骂他独裁 引爆示威 同时也引发了政治震荡 就在周一 国会的反对党提出不信任案 投票表决的结果 有可能会变成倒戈 那么这个周四 法国的工会会发动 今年第九波的全国大罢工 在美国的部分 全美国第二大的学区 就是洛杉矶联合学区 那么这一年 因为薪资谈判 破局 通膨使得很多职工的收入 没有办法维持原来的生活 因此他们选择 在这个星期进行三天大罢工 这些职工包括了校车司机 校工 清爵员 全部都参与 那么同时教师工会 也表示支持 这会在洛杉矶联合学区 造成了一千多所学校 被迫停课 敢公制作抗疫标语 因为全美第二大的洛杉矶联合学区 将从这周二起连续三天发动罢工 诉求更好的薪资待遇 托瓦是一名在学龄前 中心服务的全职工友 年薪大约两万五千美元 和台币七十五万多 如今他们发动罢工的原因 不只要求调涨薪资 更盼能相互尊重 却因此遭到怒骂攻击 发起罢工的这个工会组织 代表数千位学校餐厅员工 校车司机 工友和其他学校的员工 就连教师工会也加入 站在同一阵线 工会已经放话 罢工行动不太可能喊停 预计将有六万五千人参加 将导致近千所学校 无法照常运作 学区督导深信 一旦双方达成了协议 将成为全美其他学区的表率 为期三天的罢工 最让双方担心的则是学生 然而工会深信 更合理的亲资待遇将能让学校和教育体系 进入正向循环 法国引爆新一波示威 全医政府强行通过退休金改革法案 将法定退休年龄延后到六十四岁 如今激烈冲突进入第三天 示威人士捂住口鼻 在周末的巴黎街头狂奔 躲避震报警察 释放的催泪瓦斯和强力水入驱赶 但也有不少人翻垃圾纵火 破坏公务泄愤 至今以三百多人遭到逮捕 街头一片狼藉 不少民众似乎习以为常 照常在两旁的餐厅用餐 上周四 马克宏的退休金改革法案 在国会面临关键投票 却在最终表决前 动用特殊流程 终止辩论且未经投票 让法案直接通过 法国政府声称 这项法案能替政府 省下一百七十七亿欧元 让退休金系统免于赤字 并确保年轻一代 不必背负婴儿潮世代的负担 纵观欧洲主要经济体 六十到六十四岁人口的就业率 法国只有百分之三十三位居最低 但德国和瑞典都超过六成 马克宏为了这项法案赌上政治前途 一旦改革失败 将会成为自己第二任 也是最后一任的总统任期 留下五点 而当前的挑战是如何平息重路 巴黎清洁队员罢工进入第十三天 使得各地垃圾量已经累积到一万吨 同时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航班被取消 反对党对马克宏政府发动不幸人案 二十号将在国会投票表决 一旦通过内阁必须总辞 法案也宣告失败 总共会放话 这周四会再发动 今年第九度的全国大罢工 TUV的新闻众号报道